繼續喔 這個SR正版系 雖然可以存一個位元 但是它有個問題 它沒有Enable的功能 也就是說我不能控制它可以寫入或不可以寫入 只要S和R正確的話它就會寫入了 那這種狀況在真正使用的時候會不好用 所以呢我們雖然可以做出用S來設定 用R來做Reset 而且在SR可以讓SR的組合適當的時候它會不便 那這時候呢 雖然感覺可以存一個位元但是不好用 如果我們在前面再加上一個這個 控制的部分 這樣子就可以加上一條Enable線 加上一條Enable線 Enable就是讓它可以運作 只有這個Enable線是1的時候它才會真正可以運作 如果是0的話它就不能 不管SR怎麼變它都不會變 那有了這一條之後它會比較好用一點 OK 所以我們如果前面再加上兩個Nand的雜 而且加上這兩個Nand的雜 有一個功能就是本來是S bar R bar的狀況就會改成SR了 因為是Nand Nand會反向 所以就會變SR 這時候才變成一個真正的SR正反器 那之前那個是Lash 那現在是SR正反器 那有了SR正反器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來測試 那你看測試的結果 你會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 只有在Enable是1的時候 這個Q才有可能會變 Enable是0的時候 Q都是不變的 在Enable是1的時候 Q才有可能會變 這裡 像這裡 這裡 都是在Enable是1的情況之下 Q才會變 那否則的話 Enable是0的時候 它絕對Q是沒有變的 OK 那也就是說我們多了一個Enable的控制線 可以來控制它是不是可以被設定或重設 OK 那這是加上Enable的控制線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程式都有 各位可以去執行看看 而且我們最後都會輸出到一個VCD檔 所以你照上禮拜的方法 去把那個VCD檔打開 應該就可以看到這個波形 OK 好 那這個我們就不再 不再 不再去做這個示範 那圖片都抓得很清楚 好 接下來要來看的是 雜集的延遲這件事情 好 各位 在我們這種 這種波形底下 你會發現說 OK 這個S和R 比如說這個R一上來之後 Q馬上就變 R一上來 Q馬上就變 它之間沒有任何的延遲 但是實際的真正的電子電路 是中間一定需要時間的 就算你速度快到跟光速一樣快 你中間也需要一點點時間 好 雖然非常短 但是中間是會有一點延遲的 而且呢 以電子而言 它還需要經過充電 和放電的程序 所以延遲會更大 不只是光速的限制而已 延遲會更大 所以這些延遲 其實其實是電線的和電子的自然現象 一定會有延遲 但是在Vlog這種理想的模型底下 它是沒有延遲的 不過Vlog可以指定延遲 那指定延遲有什麼用呢 有時候延遲看起來會不太好 但是事實上有時候延遲是好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邏輯雜預設是沒有延遲的 所以呈現出來都是一條線變 另外一條線馬上就跟著變 中間完全沒有時間差 那為了模擬延遲 其實Vlog允許你指定延遲的語法 譬如說 我寫Not 僅字號135 OK 這個可能不夠大 所以用大一點 我寫Not 僅字號135 這代表什麼是呢 代表說它的延遲呢 最小延遲是1 然後呢 典型的延遲是3 最大的延遲是5 OK 因為即使是延遲 它也是一個不確定的情況 到底要延多久 但你也可以指定就是說 就3 那就最小典型和最大 通通都是3 OK 那如果你不分別指定三種延遲 你就指定一種延遲就好 那這個就是最小典型的和最大的 通通都設定成同一個數值 好 那這邊我們就延遲射成2 射成2 好 那 這種語法來寫出來的程式 它跑出來的波形會怎麼樣呢 那要注意一點 為什麼要加這種語法 因為真實的電路是有延遲的 如果你沒有加這種語法 你沒有辦法去模擬出某些有延遲的狀況 OK 好 而且真正在設計 譬如說CPU 像我看過 現在有一個開放原始碼的CPU 是比較多人用的叫OpenRisk 那OpenRisk裡面的原始碼裡面 其實它有加延遲 它通常加1的延遲 OK 目的就是讓它的這個程式呢 符合實際的狀況 在模擬的時候 跑的時候就符合實際的狀況 好 那我們來寫一個有延遲的範例 那這邊呢 我宣告了一個NOT雜N1 再宣告了第二個NOT雜N2 那其中第一個NOT雜呢 它延遲固定是2 第二個NOT雜呢 最小延遲是1 典型延遲是3 最大延遲是5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先設定這個Clark Clark Clark 然後再去Monitor 這些參數 然後把它Dump到這個Delay.VCD裡面 OK 那這時候其實要看延遲的話呢 你從數值上面看 反而很不容易看 為什麼 因為延遲視覺上那個 那個差一點點是很明顯 但是呢 你看數值 這裡是100 這裡是102 你反而看不出來 所以 要看這種延遲 最好是弄波形的 好 所以到這邊 我們把這一個 這一個 程式輸進去之後呢 讓它去跑 然後你會看到 Clark的變動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狀況 那這個是 數值上面你 印出來的結果 可是這個結果看出來 會覺得 到底這個結果是什麼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我們把它弄成波形就會清楚 好 弄成波形 你可以看 這裡是Clark Clark 是這個樣子 OK 那這邊呢 這邊呢 是N Clark 1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Clark 上來之後呢 大概 一點點時間之後 這個N Clark 1才會下去 這就是延遲的效果 這就是延遲的效果 那這個N Clark 2呢 會延遲更久 因為它是 3 到5 2 2到5 2到5 所以它延遲的比這個 固定是2的 還要更久一點 那同樣的 這邊下去的時候呢 這邊上來 所以這邊下去呢 這邊要上來 但是在延遲的一小段時間才上來 這邊延遲更久 OK 你可以看到這種延遲的現象 從圖上面來看就會很清楚 那這是延遲的狀況 那我們 稍微執行一下這個程式 因為延遲的概念 不是 是第一次碰到 好 我們把程式出生起來 這個叫delay.v 所以我們開一下命令列的部分 好 那我們編譯一下 這裡有一個wony 我們看一下 第五行 第五行它有一個警告 這個應該是對延遲而言 它有使用的一個警告 它有用了typical的expression 我們看看它能不能正常的作用 我之前有執行過應該是可以 試試看 這個是延遲出來的訊號 好 那可是呢 這樣看不清楚 我們用圖來看 這裡有一個delay.vcd 好 那我把delay.vcd給打開 ok 有喔 所以這個是正確的 你可以看到它clock上來之後 只有一小段時間 這邊的negative clock1才下去 然後這邊呢 更大一段時間 這個negativeclock2才下去 而且這個negativeclock2呢 延遲的部分其實 會有一段的不精準的地方 因為它是有最小和最大 那這個clock1 Negativeclock1是沒有 所以它是很準 好 那這是有關延遲的概念 延遲 那這種概念呢 有時候可以拿來利用 那利用做什麼事呢 這邊有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使用這種延遲的現象 來做那種邊緣觸發的偵測 那各位還記得什麼叫做 邊緣觸發正反器 或邊緣觸發的電路嗎 所謂邊緣觸發的電路就是說 我只有在邊緣的時候才會觸發 來 我看一下 好 什麼叫做邊緣觸發呢 來 找一下維基百科 來 找一下維基百科 來 找一下維基百科 好 我維基百科用的是邊緣觸發 這是正反器 好 這種符號呢 如果是在這個enable線上面 有多加一個三角形的 這種符號就代表說 它是一個邊緣觸發的正反器 那這種邊緣觸發的正反器 那這種邊緣觸發的正反器 在傳統上必須要用 主從式的方式才有辦法做 但是呢 在現代的邊緣裡面 通常會利用這種 這種延遲的現象 直接做掉 而不需要用主從式的方式 那這個是主從式正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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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版應該會有主從式 英文版這邊有主從式正反器 它是用兩個正反器接起來 所以它的線路相對的很複雜 你可以看到 英文版的主從式正反器 你可以看到它的線路呢 這裡就是我們剛剛的一個正反器 而這邊又再多一個正反器 所以它用兩個正反器 而且是有enable的正反器 所以它用兩個正反器 才可以做到一個邊緣觸發正反器 所以線路相對的複雜很多 但是呢 如果我們利用延遲現象來做正反器 就不需要這樣了 利用延遲現象 這邊沒有寫 那我們直接看我們自己的 書裡面的這個圖片 今天我想做一個 我們還先不做邊緣觸發的正反器 我們先做一個偵測脈波邊緣的偵測器 這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在一個clock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加上一個nut杂 加上一個nut杂 接下來同樣的把這個線呢 也接到一個nand的杂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有nut杂的 這邊是直接接進來的 那電子的速度哪一個會跑的比較快 這兩條線到達的速度 電子到達的速度會是一樣的嗎 當然不一樣 有nut杂的有杂就比較慢 杂就好像阻擋你流動 因為杂本身是一個負載的元件 所以它會阻擋電子的速度 那所以呢 當有nut杂的時候 這裡會延遲 這裡會延遲 那這邊沒延遲啊 這邊的線直接接進去幾乎沒延遲 當然說延遲是比較慢 不能說延遲比較少 然後這邊延遲比較大 一個延遲比較大 一個延遲比較小 所以當他們到這裡的時候 時間是有一個時間差的 有個時間差呢 到了這邊反向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因為這個時間差的關係 你看喔 這個本來clock是這樣 OK 到了這邊呢 這個clock還是這樣 但是這邊的經過反雜的結果呢 它會比較晚一點點才下降 晚一點點才下降 本來應該是立刻下降 現在卻變成比較晚一點點才下降 好 那在這兩個波再去經過NAND雜合成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這樣子的小凹洞 產生這樣子的小凹洞 那這個就可以做負邊緣觸發的訊號 那但是如果我們希望做正邊緣觸發呢 我們就把它再經過一個板閘 就變成這樣 正邊緣觸發的訊號 就會有一個這種毛次現象出現 這種毛次就可以用來做邊緣觸發的訊號 那這邊是我們 我們去用Vlog設計出來的一個 特意來產生這種毛次的東西 邊緣觸發訊號的東西 那我們讓這個完全就是模擬上面的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NAT延遲2就是這個NAT 那雖然這兩個NAT都延遲2 但是這個NAT只延遲了一邊的訊號 所以會造成毛次的現象 那造成毛次的現象 這樣子我們產生出來的波形訊號就會有毛次 來我們看一下什麼叫做會有毛次 從數值比較不好看 因為這種跟時序有關的 那就從這邊看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Clark的訊號 這一個是Clark訊號 這個是經過NAT雜之後的 會有一點點延遲 可以看到這一個線跟這一個下降線差了一點點 那在經過NAT雜之後 它會產生負向的毛次 這是負向的毛次 但是這在反向之後會產生正向的毛次 這是正向的毛次 OK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負向的毛次 可以用來做負邊緣觸發 正向的毛次可以用來做正邊緣觸發 OK 那這種利用延遲現象來做毛次的狀況 就在現代的電路裡面其實是可以節省節省不少電路 否則你要做像這種再多了一層的主從式的主的這種兩倍的線路的話 我只要加上一個剛剛的那個線路就可以了 那剛剛的線路只要有兩個NAT和一個AND 一個AND就夠了 兩個NAT和一個AND就夠了 所以比這個減少很多連線 好 那這是用來產生毛次的一個延遲線路 我們把它拿來自行看看 我之前叫什麼PDD 也是叫PDD PDD好 好 那我把它自行一下 好 我們用VVP執行PTD 好 這樣執行完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PTD點VCD檔 那我們開這個PTD點VCD檔 點VCD檔 把它打開之後把它的那些線都拉出來 好 那這裡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它放到適當的大小 那你就會看到這種毛次有出現 就Clark 但是呢 NegativeClark 稍微延遲了一點點 就會造成這個nPose nPose的這個現象 它造成pPose這邊 那這個就是 互邊源出發 正邊源出發可以運用的訊號 好 OK 好 那這個部分 各位執行一下好了 把這種有延遲的概念 先弄清楚 之後我們再來講 怎麼用在正反器上面做邊緣觸發正反器 好 那我們先 先看到這邊 執行 請各位執行到PTD 這一個城市 從頭開始 一直執行到PTD這個城市 這一個城市 在建築中 也就是書房